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残忍我们都能够理解 由于当年刘邦独宠欺夫人 并试图废了刘盈太子之位 女后心中求身似海 我们都理解 但是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她一定要让儿子去看呢 我认为女后之所以要让儿子去看被残害的欺夫人 应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刘盈俱乐展开全文其一 用现身说法的方式 培养儿子强硬的性格 刘盈的性格一向比较忍弱 因为她这个忍弱的性格 还差点被刘邦废掉了她的太子之位 女后对这件事是深有感触的 当初她四处求刑 求刘邦的那些大臣们 帮助她努力要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 可以说 哭掉的眼泪不只有一缸 有一次 刘邦想废掉刘盈 周昌距离一争 事情过后 女后赶紧跑去感谢周昌 甚至都给周昌跪了下来 女后作为堂堂的皇后 给一个大臣跪下来 由此可见 她对周昌有多么感激 当年为了保住刘盈太子之位 她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 所以 等她当了太后以后 她想的第一件事 就是无论如何 都要培养刘盈坚强的性格 她把欺负人做成人质 特地让刘盈去看 就是要告诉刘盈 当君王的人 必须学会心狠手辣 只有心狠手辣 你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女后还想告诉刘盈 你现在是皇帝 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 有非常多的人想到你的反应 夺你的权 如果不能像你爹刘邦杀功臣那样 做到心狠手辣 那么你的江山 将来很可能就被别人给夺走了 欺负人俱照其二 吕后想抢夺刘盈的权力 虽然刘盈是吕后的儿子 但吕后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 她想独掌朝廷 就算刘盈是她的儿子 她也不愿意儿子和自己分权 有人可能会说 你说的不对 刘盈从来就没有掌控过权力 也没有夺过吕后的权力 事实并非如此 刘盈上台以后 其实一度想把控权力的 我们都知道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萧归曹随的故事 刘盈当时的丞相是曹申 曹申当了丞相以后 什么事儿也不做 整天饮酒做了 刘盈很不满意 就对他说 你作为丞相 怎么能不做事情呢 你该搞点制度建设吧 曹申说 你的能力不如你爹汉高祖 我的能力不如丞相萧和 我们只需要照着他们制定的规则做 就对了 为什么还要折腾什么制度建设呢 刘盈为什么想搞制度建设 说白了 就是想把权力从吕后的身上夺过来 让他自己掌权 他希望曹申能够支持他 但是曹申人精一样的人物 当然不会支持他 反而还帮助吕后打压他 我认为 这件事曹申肯定后来是给吕后汇报了的 而吕后也从其中看到了自己的权力危机 因为看见了这种权力危机 因此他要警告刘盈 告诉刘盈 不能轻举妄动 我当妈的是很强势的 权力是必须一直掌控在我手的 你还得再学学 现在还不是你掌权的时候 所以他让刘盈去看他是怎么讲制欺负人的 也就是让刘盈见识见识他的强硬与残忍 以上两点大约就是吕后的目的吧 可惜的是 吕后错判了人性 没有看出刘盈有非常良善的一面 而刘盈的这种良善又是一种虚弱的良善 因此最终刘盈被他母亲给吓死掉了 吕后最终害人害己 参考资料 史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